小罗伯特、唐尼回归漫威神秘作品 其实在电影上映之前就因为小罗伯特、唐尼合约到期变影来多方揣测托尼、斯达克会以什么原因退场 而在电影完结之后,亦有说平行宇宙论可以为托尼、斯达克带来回归的空间 不过,据外媒最新报道称,小罗伯特、唐尼可能会为钢铁之心重回漫威宇宙 钢铁之心的本名是莉莉·威廉姆斯,是一名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15岁天才少女 在第一代钢铁侠托尼、斯达克退休后继任,成为二代钢铁侠 虽说唐尼为了钢铁之心回归漫威宇宙,但是据说她本人是可能不会出现在电影中的 不过她的声音会出现在其中 除了这部作品,在未来,唐尼还有几部新作品 例如DC电影《田牙》、《福尔摩斯3》、《怪一杜利德》等